李承與范冰冰過去硬拍攝 五妹娘傳奇而越走越近 所有雙方在2015年告調認愛 兩年後宣布求婚成功 消息轟動演藝圈 然而范冰冰在2018年捲路逃漏稅 陰陽合同風波 雙方在2019年宣告分手 至此之後李承的感情生活都非常的低調 沒想要近日她卻突然被爆出 日52歲女星顏妮正在秘密交往中 爆料者還強調此事絕非空穴來風 並附上了顏妮一個對李承的深情告白 讓這段姐弟戀瞬間引發熱議 眼見謠言越傳越廣 顏妮本人率先親自下場 在個人微博澄清表示 爆料的消息是假的 幾乎是同一個時間 李承也透過工作室 轉發了相同貼文強調那個是假消息 火速會虛假爆料做出澄清 以免其他不知情人士受騙 那麼我來看 孩子要留在地下 嗨 我來看 孩子要留在地下 後我來看 記住了 大家有甚麼心想摸 這麼有趣才能